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史诗记载 这枚铜钱当时发行量比较少 再加上多年的战乱纷飞 流传到现在已经几乎少之又少了 建国后 一位老者收藏家 偶然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 无意间用5元钱买下了这枚大德通宝的股币 多年后随着古玩市场的不断升温 老者手中的这枚大德通宝水涨船高 被其他钱币收藏家以近百万元的价格收走 TALK 2 越王者子鱼事件 是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剑体宽阔 中级起线 剑全长52.4厘米 最宽的地方达到了4.1厘米 中间凸起的剑极成一条直线 直指剑肩 剑体全身成黄白色 剑翘极薄 异常的犀利 我们叫锋利 吹锚可断 加上剑翘齐全 残头也非常完整 那集如此多的优点于一身 在出土或者传世的吴越剑中 可谓绝无仅有了 实为剑中之极品 西市之珍宝 1995年10月 青铜专家马成元先生 偶然在香港一家古碗店 就是说这把剑是在香港的古碗店发现的 然后在一家企业的资助下 花了100万将这件国宝购得 随后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好 再来 平安帖 平安帖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是王羲之的行书 平安帖 译称修寨帖 与和卢帖 凤吉帖 两帖连为一子 也称为平安三帖 平安帖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之作 曾被清朝的乾隆皇帝 称赞为可以比米山西堂的溃宝 此平安帖重24.5厘米 横向13.8厘米 共4行 才41个字 王羲之的作品 一直以来都是有市无价的 哪怕是一些零模本 上世纪的中期 北京一位文婉收藏爱好者 仅于5元的价格 就从地摊上买到了这件平安帖 宋代的零本 但在2010年的加德秋季拍卖会上 这件却拍出了2.75亿 加上佣金达到3.08亿 创造了收藏界的简陋神话 TALK 4 局势帖 局势帖是迄今发现唯一一件 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拱的船寺墨迹 为曾拱62岁那年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 建国初期被一位收藏家在地摊仅以几十元的减漏价格 减漏价格减到此绝世珍宝 这张信通文共124字 曾被历史上许多名人收藏 并经于邦达考证注录于古书画过眼药录 经隋唐五代送书法 在2009年的北京保利夜场拍卖会上 这幅局势帖拍出了1.08亿元的高价 但仅仅仅过了7年时间 在2016年的5月15日举办的中国加德 2016年春拍活动中 曾拱的这幅局势帖再次拍出了2.07亿元的天价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7年中 这幅局势帖的价格就翻了一番 非常惊人 Top 5 雪花兰大碗 雪花兰大碗是明宣中 朱瞻鸡时期由江南关 摇烧制的一款瓷器 该瓷器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成批的烧制 仅仅只是烧制了少量的 后便暂停了 数百年后一位清代的天津玉年使 收藏了这件雪花兰大碗 但没过多少年 其后人为了抽大烟便将这瓷器以5元的 机价格甩卖了 到了1942年 世界收藏五大家之一的 酬研支以800元的价格 将这件雪花兰大碗买下 在1980年11月的25日举办的 舒服笔拍卖会上 这件瓷器最终以多少钱成交呢 370万港元的价格被人拍走 以上所谓简陋就是你的收藏支持 比别人多 你上手的东西比别人多 希望大家以最划算的价格 捡到你心目中的大漏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点赞 我是升工 我们下集见